許主席 蘇院長 我們的柯黛主席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在聲論的部分 我要談的是台灣的國家發展的戰略 它關係到我們與世界的連結 也關係到我們與中國的和平發展 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要告訴人民 如何在全球的坐標裡定位台灣 如何策定發展的戰略 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台灣是海島經濟 以貿易立國 海洋的活力和興盛的貿易 早在幾個世紀以前 就已經創造了一輔二路三猛甲的輝煌歷史 在二十世紀的下半個世紀 台灣也靠著對外貿易 締造世界所稱的經濟奇蹟 寫下了一頁精彩的台灣故事 可以說台灣的發展和台灣的價值 就是在於它的海洋性格 不屈不撓地向外擴展貿易 與世界連結 進入二十一世紀 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 台灣發展的空間更寬廣 從地理位置來看 全球前五大的經濟體 台灣面向了四個 向東是美國 向西是中國 在北邊是日本 在南邊是東協 這種地理位置的優越 跟優勢 很少國家可以批底 只要台灣發揮 海島經濟的特色 積極對外擴張 向四面輻射力量 就會成為區域經濟的枢紐 面對中國的崛起 台灣也必須正視 中國的經貿實力 跟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如果我們因為向西靠攏 擁抱中國 現在其他三面畫地自限 躊躇不前 台灣就會變成中國的邊垂 台灣要做中心 不要做邊垂 所以我們要在全球化的架構下 發展全方位 全面性的對外經貿關係 才能讓海島經濟的活力 與能量充分的發揮 打造台灣成為一顆閃亮 這裡無窮的亞太之星 從國家發展的戰略來看 台灣必須維持 而且彰顯它的海洋性格 才能讓台灣的價值最大化 面向世界 或者是面向中國 是台灣關鍵的選擇 台灣究竟要成為世界的中心 還是要成為中國的邊垂 究竟要做南海一面一尾活龍 還是要做陸裡邊的地獄機械 我想這個答案 再明顯也都不過了 我要特別強調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固然很重要 但台灣與美國 與日本 東協乃至於歐洲的關係 同樣的重要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 是不能有所偏廢 這也是我們確保我們的主權 和我們的主體性的關鍵要素 國家領導人主導兩岸政策 必須放在全球的框架中 不能局限在兩岸的框架裡 台灣可以和大陸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 但前提是台灣可以同步加強 和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 這也是我對EFA的一貫主張 EFA不是不可以做 而是因優先推動多邊架構下的自由貿易協定 透過多邊的力量 共同平衡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 可能帶來的衝擊 這就是我們所主張的台灣的策略 也就是與世界一起走入中國 相對於這個策略 馬政府主張的是從中國走向世界 而我們看到在EFA簽訂之後 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FTA 也就雷聲大 餘聲小 如果將來只有兩岸的貿易 兩岸的自由貿易 沒有台灣和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 台灣就會逐漸變成中國的邊粹 相信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 不會接受這樣的結果 EFA已經簽了 但EFA後續要怎麼做 如果民進黨重新執政 一定會從國家整體利益 觀點做最好的處理 也會讓各方共同參與意見 也會遵循民主的規則與機制 更重要的是 我們會遵守並履行 國際多邊協定下的義務 至於所謂的九二共識 是否足以支撐兩岸長遠關係的建構 也是我們要謹慎思考的議題 我說過很多次 處理台灣與中國的問題 不能陷入歷史的框架 更不能被政治前提壓縮了處理的空間 九二共識就是歷史框架 就是政治前提 九二共識存在與否 以及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一直是社會所爭議的 當時的主政者跟談判代表 都否認它的存在 這個共識是經不起民意的檢驗 我們要問 這麼薄弱基礎的所謂的共識 如何能夠作為建構兩岸可長可久關係的依據呢 我的兩岸政策主張 是著眼在未來關係的建構 不是在歷史框架當中打轉 台灣和中國有共同的責任和利益 我們可以共同追求和平穩定的關係 以及繁榮發展的契機 世界的變化 遠超乎人類的想像 兩岸未來的領導人 都應該放眼未來 超越歷史的糾葛 放眼下一代 為兩岸和平發展 共同尋求穩定可靠的新互動的架構 國家發展戰略不僅是策略的規劃 而且也是價值的選擇 國家領導人必須要以多數人的價值選擇 及民意為依規 也必須為台灣在兩岸互動上 爭取最大的迴旋空間 2012年的民進黨政府 將更有自信 更務實 更大氣 來面對世界 面對中國 因為我們有堅持的價值 我們有對的戰略 我們有必要的經驗 我們還有堅實的民意基礎 很多人說我不會表演 但領導這個國家不能只靠表演 我有清楚穩定的戰略思維 還有二十年成功處理兩岸 與國際事務的經驗 我堅定的相信 未來的台灣發展的贏的策略 就是要緊緊的掌握海洋經濟的特質 以台灣的價值為核心 釋放翱翔四海的輻射的力量 面向世界 連結全球 海洋是台灣 海洋的台灣 是我們安身立民的家園 我們要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寫下另一篇精彩的台灣故事 這是國家領導人最大的責任 也是我必須要勇於承擔的重大使命 謝謝